我去泡过这个地方的温泉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整个新北投北投地区 就因为温泉整个人起来了 就没想到因为一张照片 而且这张照片 登在非常有名的 国际的大刊物大杂志 Time 就是时代周刊上面 那么这张照片是什么呢 是一个美国年轻大兵 那么他去新北投泡温泉 他趴着 旁边有两个女孩子 一个裸体背对着外面 那么另外一个侧面 在帮这个等于说洗澡等等 这张照片登在Time上面 它是在解释 美国大兵如果来到台湾的话 可以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新北投 距离台北大概20-30分钟的车程而已 很不错 很多女性可以帮你怎么样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就变成另外一本的 《极乐台湾》了 就登出来以后不得了了 怎么办 登出来以后这件事 因为又是在国际的 那个Time上面登 整个台湾的颜面何在 那时候包括希望很多的美军 尤其是后来在越战的时候 能够到台湾来度假 因为那时候他们在越南 打三个月的仗可以有五天假 所以来台湾观光OK的 但不是为了色情来的 然后就算有啦 就算有正义之间病人 也不能那么光明正大地这样搞嘛 所以老蒋非常的生气 可是生气以后没有办法 我不能对美国人下手啊 然后怎么办呢 在新北投的这几十家的这个 等于说温泉旅馆里面 他就来这边跟你这个 跟你赔酒啦 跟你干什么这样子啦 他也可以从事相关的赔育 赔税都OK合法的 然后呢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们跟工厂不一样 工厂在固定的地方嘛 那发生这个事情了以后呢 怎么办 那警察单位知道 最高领袖生气啦 那我拿美国人没办法 我就拿自己人下手嘛 所以这家旅馆就被热令歇业齐天 然后警戒儿来叫他热令歇业还不够 还必须有进一步的 那怎么办呢 就找来了其中一个侧面那个小姐呢 用刑法的公然猥胁罪办他 可问题是 人家泡汤是不是公开的地方泡汤嘛 是在那个汤屋里面泡汤嘛 那你怎么用办他 而且他是有执照有牌照 可以从事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性交易的一个女孩子啊 那你怎么办他 可是一定要办啊就办了 办了以后就开庭了 这件事情还让泰非常不高兴 泰驻台湾的说 有本事有种冲着我们来 因为是我们拍的 是我们去这个等于说把这个事情弄出来的嘛 然后呢你为什么要去欺负那个 有执照的这样子一个小女生 那时候她才21岁 这个女孩子的花名叫做美玲 然后呢叫美玲的小姐呢 就莫名其妙就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工作的场所 七天被勒业 勒临停业 然后自己又吃上官司啊 不过到后来啊 反而尴尬的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本身 为什么 因为第一 她不是在公开的公共场所上 从事公然委屈的行为 第二她本身就是拥有执照的女孩子 而且这个女孩子后来还直接跟这个媒体记者说 其实我们很冤枉 我们并不是在搞什么三批乱七八糟了 而是因为两个美国大兵来找两个小姐 然后一起拍 就没想到其中一个美国大兵 就拍下了这张照片 而这张照片呢 就在当时成为当时的老蒋政府 非常非常生气的一张照片 但是最后也是虎头蛇尾 无几额